男生 詞 曲 曲 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ichelle,講開段古級的主持人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吃夜粥 我們看功夫片,也會跟對手說 年輕人吃過夜竹 暗示對方懂得打功夫 其實夜竹怎麼會聯想跟功夫相關呢 事源廣東一帶有很多賊 官員、官府又無能力去打壓 所以人口多一點的鄉村 都會找一些大隻一點 年輕人去習武去守衛自己的村 不過這些人日後要落田 又或者要去工作 所以習武多數都留在晚飯後 師父教拳、師母間中也會幫忙 也會把食物給師父一起吃 食物主要是粥 至於有什麼材料在裡面 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吃粥是每次 每次學拳後是落堂的訊號 吃完就會回家 因此吃過這群粥的人 就算是差 他們也有一群功夫的功底 所以廣東人就是以吃過夜竹 代表各位人興是懂功夫的 大小集別人 餘太老闆 碰鉤 餘太老闆 太老闆 小燃 太老闆 我只是至少